能看得见没毛病 镜灰镜没毛病 啥都不怕了 没毛病啊哥们 催 先看一下面前是什么吧 这第一个首先得解决呀 OK 这两路好办 上下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二爷 可以说就是现在全途最难解决的两路 没事 我上下两路一起说哈一下 火炬留不住的 其实在这个后边放一个 有点失误了 开局就是小失误 但是没事来了真哥 我可以先打这个车车 我这个时候疏忽了 后边还有这个投篮 没事上路也能打掉 这样一次一次的获得机会 说不一定更好呢 没问题 白眼 哎呀这个位置深不了 小鬼有点难受啊 下路我可以直接先打这个大爷了 上路这会儿就不行了 白眼敲的太早了 可以 两边一边来了个减速 没毛病啊 上路先打 大爷肯定是给机会的 又是减速 我现在很需要一个能够打二爷的 我感觉 但是呢好像事态发生到现在还是蛮顺利的 只有后边两个红点啊 我已经撑到这里了 可以说现在就像下棋一样 一步一步的都是要解 可以解掉一个二爷了 撑最后一步了 这不能掉链子了吧 二爷 不说哈的局尽量就不说哈 连这个气球我都要分开来打了 上路骗下路骗 好吧 两个机枪肯定打上路了 这波只能放一路 先打一路再获得机会解决二队 也在同时再获得机会解决下一路 这个想法是没问题的 可以 现在伤害肯定还是不够的 打坚果没什么问题 三线来了 有防御的话尽量还是放在下路吧 我觉得上路的攻击力肯定够了 没问题的 只是说到时候巨人可能不好打 这个能放下路就放下路吧 大爷应该能打得掉吧 这个玩意儿冲锋确实快 有点防复住啊 还行 很极限 OK了 玉米投手来了 那就行 你啥也不用干 你只要给上一个黄油 他就能扔小鬼了 你要一个不给的话 他也能打得掉 倒也没什么问题 你看看下路啊 绝着点 我大嘴来了 漂亮 我大嘴来了 我大嘴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